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 什麼唐水譜一人版的 眼吹罪光燈 很久沒跟大家見面,是不是很想念罪案呢? 沒錯,今天一人版罪光燈就是我歐錦棠 當然是沒有我美女拍檔可宜 還有香港重案專家花姐的 是只有我一枝公在這裡說的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 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宗轟動世界的奇案 就是奧姆真理教東京地鐵毒氣沙林殺人事件 哇,很強 這件事什麼值得說呢? 第一,當然它是非常轟動 二戰之後在日本本土最大型 死傷人數最多最轟動的恐怖襲擊 還是本土恐怖襲擊 第二,就是教主本身有一個傳奇的色彩 第三,就是本人 我真的進去奧姆真理教總壇 還有是唯一一個 還未被取締之前 是記者身份可以進入總壇 做獨家採訪的香港人 所以很值得跟大家說 首先簡短一點 和大家說一下奧姆真理教 東京地鐵毒沙林殺人事件 這個始末 在1995年3月20日的早上 在東京都營地下鐵 大家去日本都很熟悉 日比谷線、千代田線 有幾條線裡面 總共有五班列車 突然間同一時間 在早上很繁忙的時間 受到沙林的毒氣攻擊 原來奧姆真理教的一班所謂的信徒 其實裡面的人 將一些用報紙包裹的包裹 放在地鐵車廂的地下 同一時間差不多 他們用雨傘 刀穿包裝好的袋 然後他們全部匆匆離開了地鐵車站 在裡面的乘客 和月台的乘客等等 他們都不注意的時候 那些毒氣就慢慢地狂散 最終造成一個大混亂 是有14人的死亡 超過6500人的受傷 當中所謂的受傷 有些人是受到永遠的傷殘 甚至乎有失靈 又是會啞 以及有人終身癱瘓 變成植物人 所以這個傷害相當之大 日本政府很快就採取行動了 矛頭直指奧姆真理教 而且將他們的主持人 就是麻原章房拘捕 並且立體取替了奧姆真理教 首先要說奧姆真理教 這個教主麻原章房 他叫從本至尊夫這個真名 他出生在九州紅本縣 天生他兩隻眼都幾近了失明 其中有一隻就是嚴重的白內障 另一隻就只剩下大約不夠一半的視力 所以他就要入讀失明人士的學校 但是因為他其實還有一隻眼都起碼 叫做有一半視力 他是條件給其他同學優秀 但是他不知道是否天生有這個問題 他家境清貧 他喜歡欺負霸凌其他同學 他有學過一些柔道、防身術 他希望進入大學 但是考了去東京大學幾次 他都是落地的 他入考不了進去 當然可能在中學期間 他也會被其他人取笑 他養成一種反社會的人格 他就不學無術了 他既然是這樣想出人頭地 他有一個大字 就是他想做日本的首相 他是想當上日本的首相 不只是內閣或是做議員 他就想做日本首相 他想統治日本 在這個大字之前 首先要儲錢 一定要有一種資金 他就做什麼呢 賣假藥 他的假藥很有趣 其實現在這些招都還可以 日本有很多金、刺 金的皮 用皮浸醋 他就有神效 當然這件事沒有事實根據 亦是被視為無 很快又被人踢爆了 又不行了 他又心心不憤 轉轉折折 他做了很多賣假藥的生意 亦被人踢爆 被人告 他就學了瑜伽 甚至乎 後來他去了一次印度學瑜伽 其實印度學瑜伽 等於我們去日本的空手道 都沒有兩樣 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你有錢有時間就可以了 回來之後 他就創辦了奧母真理教 英文叫做Om Sinecule Om Sinecule Om 這個就是儒家 奧母就是Om Om 就是儒家裏面的一種發聲 他們可以平靜內心 條理 體內五官的一種 屬於聲波 他就用奧母真理教 以儒家為主 但他又說很厲害 他牽著藏傳佛教 有印度教 有基督教 很多宗教都在裡面 他宣稱他有一種神通的能力 如何神通 首先在周刊上 日本很多角色各類的周刊 那些小報也有 他就發佈一張自己 瑜伽命相片 正在飛行的相片 其實那張 是流過不流的 那張照片 現在就不用說了 現在我Photoshop 我就已經搞得到 我上了太空都還可以 那時候在八、九十年代 有一張儒家飛行的照片 那些人就驚為天人 其實那張照片真的很流 合成的 那張照片是假的 然後他就招收信徒 初初由十五個開始 慢慢信徒一路一路陪增 他有很大的野心 他接收了信徒之後 他就要信徒 全部都要奉獻 他就說他有神通的能力 日本人其實在戰後 一路一路 就算經濟騰飛也好 他們的心靈很多時候都很空虛 尤其是因為日本人 有一種很內斂的性格 很多地方是不能宣洩出來 很多地方唯有啞引 所以形成了很多屈結 往往就算你有多高的學歷 你有多好的明星在社會上 你都很容易會落入這些圈套 從而被人承虛而入 賣完張房 看中人性的這種弱點 往往就和信徒灌輸歪離 所以邪教裏面的理念 成為真理的信徒之後 就有一個條件 你要將你所有 所有你的家當 都要奉獻給真理教 然後你出家 就在他那裡生活 所以他還原張房 是有過百億的日元資產 但他自己一定過著很奢華荒淫的生活 尤其是美京人道 主女的話 他就會納入成為他入幕之嵌 很多女信徒 所以他埋怨張房的私生子女 都不知道數量真正有多少 錢財這個領財之法 除了要信徒奉獻所有的銀量之外 他還有很多的領財方法 包括洗腳水 洗澡用過的水可以賣給人 都已經賣幾千日元 一桶仔 然後賣他每一條頭髮 一條頭髮已經是五千日元 一條頭髮五千日元 因為他的性血和常人是不同的 是有奇效的功能 如果那些血一兩滴 就已經要幾萬日元 如此類的 很多這些發財方法 當然有人相信 但是他這個邪教 入親去信徒 每個人都不得善終 譬如後悔想走的 一旦叛交 就被他們凌虐致死 就算是平時的信徒 都是餓得皮黃骨瘦 沒有口吃 就說要修煉 女的有些知識 就不用說 一定給他凌虐 給他做他的泄欲工具等等 他做很多這些非法勾當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他是成立真理國 他想成立真理國 不是真理教 他是教主兼國王 他是想做日本的首相 然後從而慢慢推翻日本政府的計劃 當然他參選過議院 當然是高票落敗 他就審心不憤 於是他就責動恐怖特襲 希望製造恐慌 甚至乎他顛到說 要挑撥美國和當時的蘇聯 大戰有核戰的話 日本政府不能夠獨善其身 亦都是去滅亡 他可以成虛而入 統治日本 他還宣稱 世間每日將會來臨 所有人都會死亡 唯有真理教的信徒 可幸免於難 所以他的信徒一路一路膨脹 去到過萬人 當然了 3月20日的東京獨沙林 攻擊事件發生之後 日本的警方和政府 很快把矛頭紙去 埋言窗簿去拘捕 然後順勢要取替真理教 這件事造成日本本土 和全世界很大的一個轟動 香港當然是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人煙沉默的地方 曾經一路都有 一些邪教在香港活動 難免會聯想到 會不會衍生類似這些災難 大家如果有的話 又如何應對 看真點 當時看真點 今天看真點 就是很希望做這個特輯 做特輯盟救 看真點一定要去到最前線 去看這件事 但怎樣看呢 都被抓了 那些人死了 被抓了 被抓了 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上頭又派下來了 喂唐 過日本去拍攝 咦?拍什麼? 真理教 咦?真理教? 有東西拍什麼? 總之先過了 我們經常說 不知道拍什麼 總之有個題目 去到找 撞 碰運氣 真的去過了日本 就拍澳母真理教 追訪澳母真理教 怎樣找呢? 我們首先從最基本最簡單的三部曲 我們做開的第一部曲 當然是拍大環境 周圍的新聞報紙 很多八卦周刊的日本 拍他們的頭條 說這件事有多麼洪洞 第二部曲一定是做街訪 一定做街訪 我們在那邊請了翻譯 周圍問一些圖人 說他們的感受 三部曲就是說 日本的宗教 各式各樣的宗教 在日本社會 為什麼會這麼盛行 我們就追訪這些東西 平時去旅行都不覺得 那次去到日本 那時候還是三月底 我記得是 差不多三月底 去到日本的時候 在東京 我們周圍去找 你又看到 平時不會理會 因為有回來 你會多問一些 周圍有很多的盤子 旗翻 還有很多街頭 派傳單 原來都是一些宗教 我又不能說 那些一定叫做邪教 但有很多宗教 有些跟基督教有關 有些跟日本教有關 有些跟神道 有些跟佛教有關 我們問了很多 就要試這些東西 很傻 有一次在街頭 很吵 你知道是在新宿 有一個 我們不知道什麼 教什麼 就像佛教那類 一傳佛教 他就說 我們有一個按手儀式 手在你的頭上 你就可以得到平靜 但如果你入了我們教 我們的教主 就可以令你得到醫治 神馬禁 這樣也行 他就要我試試 導演說 不要理會 拍來試試 我怕你嗎 難道你真的懂如來神掌嗎 是 吸精大發絕 吸精大發絕 吸了我 是嗎 閉上眼睛 他就唸一輪 吸我 吸完之後 他就問 經我翻譯 你先生覺得怎樣 為了表示客氣 因為他都很客氣 我告訴他 挺好 我閉上眼睛 幾十秒 我都心裡得到平靜 我坐地鐵 我閉上眼睛 我都得到平靜 當然是這麼說 很多這些事情 後來又遇到一個佛教 真是佛教 他又不是什麼正宗 他又是另一種 我跟他說 奧姆真理教 那個人有很大的反應 原來他是裡面的一個幹事 我們最討厭奧姆真理教 這是邪教 你說得他是邪教 那就是有話要聽 他越說越興奮 他說 你可否來我們其中一個總壇 我們去看一看 好啊 我們去看一看總壇 跟一般的佛社 沒有什麼大分別 見到總壇的負責人 教主 又是教主 原來又是教主 戴著高增的帽子 有兩塊帆 穿著西裝 一面持長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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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看字 這個教主什麼名 真名叫什麼 我說佛陀再旦 因為他用漢字寫佛陀再旦 我說是嗎 他說是嗎 我們教主 就是釋交茅尼再生 又是這招 好啊 但是你在這裡還 你真理教是邪教 但是你又說釋交茅尼再生 真理教那個 埋完章房去都說是朱元章托世 甚至乎說釋交茅尼拘世 這樣說 不知道托多少個世 分多少個身 然後他送了餅帶給我看 做完這些 其實我不是想訪問你 想看看有什麼宗教的奇奇怪怪的 在日本那裡盛行 訪問完之後送了餅帶給我看 我們回去看看 嘩很有錢 搞大型舞台劇 好大型啊 大型舞台劇 歌舞聲平 musical 音樂劇 然後有特技 有特缺 拍攝的 海嘯集 摧毀東京 哇好像看超人的片 大佬 他有這些東西 真的有錢 好了這些是 引子來的 真是要做的 我們要採訪澳母真理教 最後一局 我們要討論 回去和導演 討論完這些東西 其實沒有了解 你一定要講真理教 事件我們會報道出來 整合了 我們可以怎樣 我們問 他的總壇在哪裏 南青山區 這是一個比較高尚的地區 很安靜的 去到那裏 去到那裏 那一早去到 澳母真理教的總壇 就是一個四層樓那麼高的建築物 下面從門深鎖 下面從門深鎖 我們就 因為這件事鬧大了之後 就沒有人會在那裏 我們就 在那裏報 報完一陣 進不去 真的 門口就有一些單張的東西 放在那裏 立幾本單張拍下 看看 先說一下 用一些漫畫的手法 說說 埋完房間有神通的能力 又是識儒家飛行 又是他心通 即是我可以讀心 原來同一時間 可以分身在兩個地方同時出現 那些漫畫看得到 漢圖都識字 我們就拍攝 又在那裏訪問我 做一些自己說的事 說這件事情一次 沒有 說說一下 後面那扇門打開了 出來有個男人 就破口大馬了 我不懂得聽他 總之陷阮都不是好事 就在那裏罵 大人就說 你們在那裏做甚麼 你們不可以 你們不可以 未經過盡頭 就在那裏拍攝我們門口 要趕我們走 還在那裏罵 我們就說 咦 原來有人在裏面 打射材軍上 跟那個翻譯說 馬上跟他說 於是就說 這隊就是香港的攝製隊 一個叫做看真點的節目 專門尋求真相 雖然說 毒氣事件 就牽涉了你們的教 但他也想用求真的精神 給你們一個機會 給你們解釋 是否和你們有關呢 如果不是 最有可能是甚麼事 為何又會牽涉下去呢 於是他們這樣想了一輪 那個人突然間 等人 他下一道戲 又會關門 他們說 咦 好像有多少轉機 都等了 等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他開門出來 然後又來 叫我們進去 走過 是一種家居的設計 但它又不是完全是住人那種 比較舒適,有幾張大沙發、桌子、家居 即是有些家居用品 那廳有多大呢? 我當時身處大約有200呎這麼大的廳 接著那人帶我去 你們坐在那裡 現在我要聯絡我們的律師 我們很乖地坐在那裡 我、導演、讚稿和翻譯四個人 就坐在那裡 接著它進去關門 上鎖 接著我們看看 剛才搭下來的電梯 它鎖了 接著地下密室 沒有窗 我到處看 突然看到天花板 那裡有一個氣口 有一個洞 我就想起毒氣事件 不是 在那裡想著做瓜 我們很害怕 那怎麼辦呢? 人家又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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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地下室會有樓梯 有陶寸門 但不在我們房間的範圍裡 它進去的門 反鎖了 接著 電梯原來是上鎖的 沒有聲音 那時候沒有手機電話 有都打不到 密室 如果有事 五分鐘內就有事 沒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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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們就等了一整個小時 真的很餓 等了一整個小時 沒多久 在一整個小時內 他們又出來 好些 會人給我們一杯茶 我一想一杯茶 不喝好像沒什麼禮貌 而且等了那麼久 口乾 那時候是冬天 但導演想喝 應該喝我 先想一想 他問為什麼 看一杯茶 看一看茶 你知道日本喝綠茶 那杯茶是軸的 綠茶很清的 怎麼那麼軸 會不會是因為溶了 看來不像 有些沉澱 又不是茶葉的沉澱 接著我問 會不會是洗腳水 不是吧 接著我發現 有可能 但你放心 他會拿出去買的 不會招呼你 如果有迷雲劑 待會暈倒我們 搞我們怎麼辦 死人都不喝 那杯茶 等了一整個小時 然後律師來了 律師就真的 跟我們解釋 律師原來坐著 負責聽著 有什麼可以回答 有什麼不回答 都是跟我們罵 我們那個 代真理教 解答所有的東西 當然 內容當然是說 一問三不知 什麼都不關他們的事 一定是不關他們的事 我們做了一些訪問 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 穿西裝的律師 我和受訪者 就是那個 站代表 因為當時所有 包括真理教的高層 全部 包括茅林張房 全部都被拘捕 全部都被拘捕 而且日本政府 準備取替真理教 他們作為一個垂死的掙扎 可以說 原來日本 從來 事發之後 是沒有一個媒體 可以訪問到他們 他們全部都是保持沉默的 唯獨是 那次看真點 海外的全體 海外的媒體 也是唯一 他居然可以進去 真理教的總部 訪問完 訪問了多久 我真的不記得了 訪問完之後 我們就上去 開電梯給我們 送我們上去 他說 你自己上去 我們上去 開門就走 一走 總部出去的時候 好像演戲一樣 有班人 四方八面 大約有四五個人 湧過來 全都穿乾濕衣服 大衣服 好像是偵探 日本偵探 很流行 他們真是警察 日本警察 很有禮貌 但也抓住手 請過來 很客氣 帶我們到隔壁街 有些車 那些車是私家車 原來他們全都是便衣警探 一直在遠處監視真理教 他們問他們 他們全都是香港的媒體 快來採訪真理教 他們說 你們這樣做是很危險的 我們知道 但我們進去 然後 我看到你們進去 所以我們從來都沒有人進去 我們沒有搜查令 暫時不能進去 所以我很想知道裡面有什麼 要我督灰 我們就告訴他們裡面有什麼 我們在一個墨室 其間我們見過有一個女信徒 是由另一道門 穿越過我們所在的廳的位置 去另一道門 另一間房間 那個女信徒 是帶著一個年約十歲的男生 那個女信徒可以形容為 雞皮鶴法 好受傷 雙眼凹陷 黑眼圈 我看一看 他們也看到有陌生人 都看一看 他有沒有比例 我們就看一看 走過去 過去之後 翻譯就很驚訝 是他 我說是誰 他說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這是歌聲 我說歌聲 我年紀很大 他說是大的 但也不至於老到這樣的 他說 這個歌聲是唱歌 出不出名 他說我也認得他 他很出名 他說等如你們香港小鳳姐的級數 他說這個很厲害 他說慘了 這樣也做了真理教教徒 換句話說 你可以肯定他是捐獻所有的財產給真理教 並且住在真理教的總壇裡 你看到他的生活很不正常 吃都不飽 所以 那麼瘦削的皮膚那麼差 我將這些都沒有辦法 都跟日本政府 即是警方那裡都合作 即是盡我們的義務 都告訴他們 裡面我們只得到這麼多東西 我們就說 訪問都沒有什麼 他們都是否認的 他們又沒有要求 把我們的錄影帶給他們看 大約說了這些 就放了我們走 整件事可以說有驚無險 最後埋完張訪被拘捕 就是監陷了很多年之後 最後都復發被判以還手死刑 真理教這件事暫告一段落 他都正式被日本政府取締了 不過在日本裡面 很多信徒 甚至是他裡面的中層人物 都繼續用不同的渠道 去發放這些恐怖活動 這些邪教的訊息 去迷惑日本的國民 真是一個奇遇 我猜不到 沒有了一個 都未知會是怎樣的風險 就糊塗糊塗 入了真理教的總部裡面 雖然訪問完房間 也不可能 但是 做了唯一一個 媒體做到的真理教訪問 各位如果喜歡今集的留言 記得like我 和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謝謝